好同學大家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做 實驗2ARP 客製化的範本是週夜 在做這個週夜的時候 同學你記得 你要先上我們的數位學習平台 去抓 ARP的兩個檔案 一個就是講 Honkirk1ARP 這個Word檔 那另外一個是PPT Honkirk1ARP 這個檔 那當然這個檔是怎樣 上面是有關於我們整個ARP的架構圖 讓同學去把 座號 改成你的座號 再把它做好以後 把它Copy到我們的Word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Word週夜 這是有關於 座位翼ARP 的一個實驗 那這邊告訴你說 你要把Honkirk 換 這個 Ese Esemple這個PPT 裡面的內容 IP 它改成自己的IP 座號改成自己的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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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讓你記得 這個做號 那因為我們這次的實驗喔 會講到MAC 所以這個紅色這個MAC喔 在等你登錄進去以後 你才有辦法去改 所以我們現在先暫時不抓 抓這個圖 把這個圖抓回去 我們先來做設定 那一樣 我們設 按照我們的作業 假設我們都設host A host B 以及host C 它是10.1 點你做號點1 好 所以同學記得 那一開始 開始 架構圖 等一下我們再改 導演一樣 我們在前面的講解都講過了 那 步驟的話 因為我們有host A B C 那一樣 10.1 好 把做號改成 因為老師是0 點0 點1 點2 好 那我們 他只要設定 他只要設定 這時候 host A 那他只有 1.9萬 而且他要電 那我們繼續設定 好 1.9萬 他要設定 他要設定 1.9萬 那我們就把它啟動 那一樣 我們可以設定 host B 所以一樣這裡 把它改成host B 那因為host B 他也只有 1個而已 1.9萬 他要練 那其他 關掉 關掉 好 確定 大家一個 啟動 好 因為剛剛是沒有接好 所以我們再 再重新再開一次A 啟動 好,那我們系列一樣 先設定 錄 好,連 其他關掉 好 好 那麼A有問題,我們看一下 好,同時要懂得故障排除 好,我們 的地方做錯了 所以同時要注意,有時候你做錯你就要注意 因為你的基本卡1 你在喬接 所以你看同學,我們只要一做錯 你就沒辦法做 那這個 基本卡1一貼,不然它是內部 好 這是一個故障排除,要懂得去做故障排除 一定要喬接 好,這時候 OK了,我們直接看,可以啟動 好,OK了,所以我們要選2 好,OK了,所以我們要選2 那或者V也一樣,它 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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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 好,或者C也一樣,我們要進去設定 一樣,第一個是喬接,不要動 好, 喬 加!". 又增加 都沒有,他上面 沒錯,那因為我們這邊要 要把它改成host 然後整個戲 確定 好,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那一樣,啟動 好,V一樣選2 按Enter C也是選2 按Enter 好 A已經 打開了對不對 好記得 把它沒有打開 反正你先驅動了 先打開了就先設定 因為它現在好像有點慢 所以我們同學可能要再等待一下下 剛開始我們就有一些 錯誤的BUG 那同學你記得 你要有能力自己去做什麼 故障排除 所以同學記得要善用 右邊的Ctrl鍵 好我們V也通了 我們把它它沒有打開 那C也一樣 它也打開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 那一樣我們先打if convue個 好按Enter 那你按那個方向鍵 上面的鍵的話 它就會跳前一個指令 那我們只有 好 好 因為它是 10.1 5.255.255.255.0 按Enter 好我們檢查一遍 欸有了 那這個就是怎樣 這是我們要的 Mac 080027B1 A466 到底我們把它打開 080027 B1 A466 好 B1 A466 我們再檢查一遍 記得前面三項 080027幾乎一樣 B1 A466 B1 A466 OK 那我們再開始設 B1 If convue個 好 一樣是ETH0 好一樣我們設 ETH1 好它是 10.1 點你的座號 點2 好 10.1 點你的座號 好點2 好是0 好遮罩 Net Mask 好 255 255 點2 255 255 點0 按Lent 一樣 好看到了 好 080027 好 4F 3F 3F CD 4F 4F 3F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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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剪裁片 Cd Cf,Sive of CD 我們把它改掉 通貨介頭 這邊絕對不能打錯 那C也 一樣 if convue nln nln 一樣 eth1 好 10.1 點你的座號 點0 點3 這照 net mask 2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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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了 0800 有沒有 27 14 36 1436 0b 1 4 1 4 3 6 1 4 1 4 1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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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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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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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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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們要ABC都要打開YSHARK 那因為我們先看看作業 作業有告訴你 A 要去PIN C 三次 好 那其實我們一樣 我們都 ABC都把YSHARK打開 你可以這樣打開YSHARK 或是到B 你直接按滑鼠右鍵 換一下殼 好 這樣快捷鍵比較快 好 再來以後同學一樣 你可以在CAPTURE這裡 點一下 Aption 好 這時候 記得選1.1 那Permix一定關掉 只有Display這三個 打勾 其他關掉 好 這樣就OK 好 B 一樣我按 啃球一啃就OK 就可以找到了 換 1 Permix關掉 Display這三個打勾 好 好 完了以後 我們要A 去PIN C A是10.1 好 0.1 要去PIN C 0.3 好 4.1.0.3 0.1 PIN 這個三次 好 所以你要在A打上PIN 代取C3 10.1 1.0.3 那我們開始 我們來做一次 再A PIN 好 代取C3 好 PIN C 10.1 PIN C 1.0.1 0.3 這樣就三次 好 你看那TL64 代表通 所以你看喔 A 就剛剛講的 前面兩筆是ARP 第一筆是ARP BOCAST 那第二筆就是ARP的 DEPY 那有六筆的ICMP ARP ARP 還有兩筆的ARP 那一個同學 你看到有一個 DHCPV6 我們在此這樣 跳過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有DHCPV6的話 你這邊 在Vid 這邊打上什麼 打上ARP OR ICMP 因為我們這時間只要看到這兩個 那打了以後 按Apply 好 這樣就不見了 這個東西 你如果想要不要看到 除了ARP跟ICMP以外 你就可以做這個指令 那 A跟C 因為APC 那這邊一樣 有DHCPV6嗎 ARP O ICMP 好 按Apply 好 不見了 就是你看 A跟C其實都一模一樣的 因為他們兩個是互通的 那B 因為B 因為B 他本身不是在找他 是APINC嘛 所以 B 頂都只收到一封ARP的BORCAST 好 這邊一樣 O O ICMP O FIT這邊 Apply 所以你看 只有一批 廣播封包 那當然這三筆 的廣播封包 理論上都會怎樣 一樣 那同學一樣 我們剛剛 這剛剛講的 好你打 點ARP 那你這邊就會看到 所有ARP的 那就封包格式內容 的內容 那其他同學 你點這裡 先看內容 那這邊看到的是 16禁位的內容值 那當然這個都有用途 我們以後就會看得到 好 轉了16禁位的 好 那這個 那剛剛老師要講說 最重要的是怎樣 目的的MAC 一定是0 那因為你第一筆是ARP的什麼 Request 所以OP Call 一定是1 那跟他一樣 第一個 Ethernet 它代表是1 就0x01 那 它的網路層是什麼 2048 就0x0800 因為它是16個bit 那這個是MAC的長度是6個by IP的長度是4個by 然後Pico是1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這個是A的 MAC你看 B1 A466 絕對一樣 B1 A466 好 那這個是A的是 10.1.0.1 那因為 我們ARP Pockets是廣播 所以它目標 好不知道就全部0 那 目標的IP就是 10.1.0.3 這些同學要先了解 我們把它拉大一點 好 那這10筆 這是第一筆 那你要看到這些內容 你記得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內容 點這個 點這個 那因為我們的作業 第一個作業 就是ARP 你要把它抓 抓成 帶成你的 那 好 那怎麼抓圖 很簡單 因為我們 我們的解析度是 很小 一定是乘以 768而已 所以 圖會比較大 那一樣 你一定要把 右邊的RUT RUT的Ctrl鍵把它按掉 好 按掉 按右邊的Ctrl鍵 好 按掉右 那你按一個 Auto Print Screen 那如果用NOBOK就要加上一個Function FN 好 這樣就複製 那請同學把 小鈴鐺打開 那就貼上 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要的是 第一筆ARP 還有它的內容 好 那我們選取 好 複製 那我們就把它貼上我們的作業 因為 因為我是點零的 所以你記得 上面會看到你的IP 對不對 好 這個 拿掉 那 貼上 那記得 因為 我們 第一筆是針對 ARP 包括可以指 你要選對 那這邊是指 針對 ARP的所有內容 好 好 那 這條要第二筆 第一筆 這個圖 那第一筆 第一筆ARP 它的 ARP 是這個 那老師先把它拿掉 那我們這邊怎樣 現在填 我們要 所以這邊 第一個 HugwareType 就是這個 那第二個 PolType 它容量 那同學也可以直接填什麼 這邊 第三個 HugwareType HugwareType 就是這個 那第二個是PolType HugwareType HugwareType 而且是八個 Beater 這裡 這裡 來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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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 我們圖裡面是看到OP 所以同學還是要瞭解 那就是OP OP OP 就是OP 來 後面 這四個 就把它填到後面這四個 好這樣就填了 那填完以後我們就開始填第一個 因為這邊要填ARP 就是IP Request 這邊是IP Request 這個是要求這個是回應 那第一個 它的 就是一樣0x001 就填這個 那PogType是 0x0800 來 這個是6 這個Pog 14 那 Obicore 應該是1 Obicore 就是 0x0001 A 那送的 Mac欸 就來眼端嘛 來眼端就A 那A的話就是剛剛 A 就這個 我們把它貼過來 所以剛剛叫你們要填 就是這樣 好我們看一下是不是 080027 B1 A466 沒錯 那追蹤了喔 好那IP是 10.1 10.1.1.1k 10.1x0.1.1 1 2 3 4 5 再0 0 再12個 這是我們要點的 那當然目的的IP 我們去PINC嘛 所以是10.1.0 你的座號點3 就是這邊的IP 好我們聽完了以後 我們來抓第二個Request 好 IP的Request 那一樣 那其實 一樣我們按照一樣的方法把它抓圖 按右邊的Ctrl鍵 Auto print screen P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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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 P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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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抵上 這次的頭領你記得 一樣 可是這邊就是 ARP的 一拍 好 那你裏拍這邊 右邊這邊要填ARP的裏拍 那第一個 一樣 0x0001一樣 IP080也一樣 64都一樣 所以這邊 全部一樣 OPCO就不一樣了 OPCO就0x0002 送 送的Mac剛好跟 那這次是這樣 24有.0.3傳過來 所以你要填.0.3 080027這個 送的就要吸的 那吸的在這裡 一樣把它複製過來 我們看一下喔 1080002714360B 好 沒錯 那這時候就是 剛好來眼端 跟目的端的IP一塊就相反了 那這邊 一樣 目的端相反 那 這邊呢 目的的Mac 就是跟剛剛來眼的Mac 就是前面這個 好 好 這樣整個做到 大功告成 那這邊告訴你說 那不一樣的請打X 所以你兩個比較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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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OPCO 一定不一樣 好 打X 那來眼跟IP也不一樣 因為來眼一個目的 那當然 IP也一樣 Mac都一樣 都不一樣 那 這前面四個喔 後面四個 其實都不一樣 好 現在我們整個座位 就完成了 那完成要記得 新的討論 你就要去告訴我 你這次實驗 你所了解的 主要你聽到什麼 你學到什麼 你遇到什麼問題 或是有一些 其他的意見 所以我們的座位 現在就是要完成 這樣的一個作業 讓你去瞭解 什麼叫ARP 那在跑的過程中 你就可以看到 紅包怎麼去跑 那剛剛 還有一個地方 剛剛 因為你PIN了以後 其實一開始 你應該打ARP 對不起 AN 好 你現在只看到 就看到自己 那個一天幾天的嘛 所以剛剛PIN的時候 你就要打了 那我們再PIN一次 好 PIN一次他還是照跑 這時候 你再打一次ARP AN 這時候 你看同學 這時候你PIN 0.3 你這邊就記錄什麼 0.3 跟 的MAC 而且他是 第一張網卡 在你電腦的ARP table裡面 那代表一下 你就通了 那一樣 再過了3到5分鐘 就不見了 不見的話 你再PIN 那如果說 像現在 他還是10筆 如果老師 是要再PIN一次喔 這時候 因為裡面已經有了 這時候他就不會跑ARP了 所以你看 這時候 你 你就會看到 就看到ICMP 這6筆 那因為這個是前面的 沒有你看到 現在是35嗎 因為這個 這個後面的 所以36沒有出來 我們再 我們再PIN一次 因為你看同學 你要打ARP 他已經有記錄 因為 已經進去 那相對的 你C也有 C一定也看得到 為什麼 因為C 不會記錄A的 好一樣 有沒有 就記錄 0.1的 那 C的這邊風包 跟A一樣 那 我剛剛老師講的意思說 你如果 像現在是 36筆 那我再PIN一次喔 PIN一次一次 好 他痛了 其實 如果他ARP還沒有 還沒有 結束以前 你看 從這邊開38有沒有 那同學 你會很驚訝說 那為什麼沒有37 37一定是 DSGP V6 這不管 你要知道說 如果 ARP有記錄 就不會跑ARP的BORCAST 如果ARP沒有記錄 他就一定會怎樣 要跑ARP的BORCAST 那後面這個是 確認 不一定 你的電腦都會出現 但是他這邊都有出現 就是 去做確認了 那 這邊這個時間就告訴你說 ARP 本身你如果有記錄 就不用跑 廣播紅包 沒有就是要跑 齁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 實驗 他的過程裡就這樣 我們必須完成的 昨夜 好 就到此為 結束